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简报会 台上两位医生 威士防护中心 传染病处首席医生 欧家荣医生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医生 请欧医生讲最新情况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传媒朋友 大家好 我现在报告昨天5月25号关于2019冠状病毒的最新资料 昨天经核酸检测阳性个案共有111例 肛中包括30例医管局承报 10中是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确诊的 余下71中是10人化验诊确诊 另外有140例跨注康源检测申报 昨天香港共有251例阳性个案 累计到目前为止 第五波疫情 香港共录得119万8707例阳性个案 当中包括74万8989例 经核酸检测阳性 另外有44万9718例 是尽快速抗原检测阳性个案 昨天的个案当中有36例是输入性个案 余下的215例是本地感染个案 36例输入个案 23例在机场的临时样本采集中性炼的阳性 另外有12例是在检疫酒店 检疫期间阳性包括3例是第3天 4例是第4天 3例第5天 1例第6天 1例第13天在检疫酒店 昨天一中在第8天阳性的个案 我们怀疑是富洋的个案 涉及一枚23岁的男子 他打了三针 本身没有病征 在5月13号从新加坡抵港 在检疫酒店接受检疫 直到5月20号 5月20号离开检疫酒店之后 由于要前往内地 他做了检测阳性 CT值很高 三十八四十一 同一天再重复在院是阴性 这位人士已经前往内地 同行者也是阴性 所以这一例我们初步作为是富洋的个案 在输入性个案当中 输入国家包括 16例是美国 8例 有5例 新加坡输入3例 英国 2例 泰国 2例 台湾 以下国家各有一中 包括意大利 印度 菲律宾 挪威 亚联油 印尼 荷兰 挪威 昨天工贵士化验服务处 就116个样柄 进行了基因分析 当中有96例是证实对L-452R阴性 余下的20个样本病毒量不足 在全基因分析方面 先前5月20号公布了一例是第12天院的阳性的个案 是一名46岁的男士新加坡敌港的 他在5月20号 第12天 样本阳性当天出现了轻微病症 他曾经到过被杀官会所 介绍师和美国会中环会所 我们做过全基因分析 发现他的病毒株跟现实本地社区流行的病毒株 是一样相近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个案 界定为一个本地感染的个案 另外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也就先前的一些群组个案 包括红丝Benchmark和预算师房菜进行了全基因分析 发现个案都是跟本地现实流行的 B.A.2.2的病毒株是近似的 是本地的个案 昨天新增了一粒 B.A.2.12.1的个案 是一个本地感染个案 涉及一名99岁的婆婆 她在5月19号 立间花园六座的微风抢检的时候 验得阳性 当时CT值大概是18、19左右 她本身的病症很轻微 打了一针 跟一个用人一同住 个案现在已经康复中 在两天前快速抗原检测已经是阴性 她的佣人在5月23号 也快速抗原检测阳性 这位人士没有到过麦当劳 但是跟同一座大厦 另外一个楼层不同座项的一个单位的一名人士 基因排序是一样 那名人士 先前公布是到过麦当劳的一位女士 现时跟麦当劳 设计麦当劳群组的一共有9名食客 一名食客的家人 和包括这位99岁的婆婆 昨天没有新增的有任何院设出现新增的个案 在学校方面 今天我们收到20例新增的城堡个案 涉及19家学校 这20例 有13名学生 7名教职员 有17位人士是基快速抗原检测阳性 另外3例是金核酸检测阳性 他们采集样本的日期3例是5月24号 11例是昨天5月25号 有6例是今天早上的样本阳性 这些个案涉及3家幼稚园幼儿中心 3名学生 1名教职员 其中Saint Catherine 国际幼儿园新增2例 有8家小学 涉及7名学生 1名职员 另外有7家中学 涉及3名学生 和4名职员 和一家特殊学校 涉及1名员工 在Saint Catherine 国际幼儿园 国际英文幼稚园 新增了2例 包括1例是在另一班 就是第3班里面出现的 这位学生 他在5月24号 就是星期二的时候 最后一天上学 当时快速抗原检测是阴性的 他在昨天出现病症 也在昨天下午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 他家人暂时没事 这一班有27名学生 除了这位学生之外 其他学生 跟另外5名教职员 全部快速抗原检测 今天早上都是阴性的 另外第二例新增个案 涉及先前第一个群组的 那个班课堂的上午班的一个学生 这个上课室的上下午班 已经停课了 这个个案最后一次上课室 上星期五五月二十号打了两针 他在五月二十二号出现病症 但是快速抗原检测是阴性的 他在昨天快速抗原检测阳性 而他家人 他的妈妈跟佣人都是阳性 现时Saint Catherine 国际幼稚园 一共有九例 涉及八名学生 一名教师 在死亡个案 昨天新增了两例死亡个案 现时在第五波疫情里面 香港累计录得九千一百六十一例死亡个案 个案的病死率维持在百分之零点七六四 主体公卫生化验服务处 就病毒样本进行了一些基因分析 当中发现有四例 在L452这个位置 有特边是Q 我们怀疑是跟本地流行的病毒株不同的一些个案 这四例都是本地感染个案 有可能是BA.2.1.2.1 要进行全基因分析 才能够决定是属于哪一个分支 这四例都打了三针 当中其中有三例是跟同一个家庭的 他们住在九龙城的立荣大厦 涉及两女一男 最早发病的是一名63岁的女士 她在5月21号发病 她在会展做清洁的 她最后一天上班是5月23号 在同一天快速抗原检测阳性 她在传染区 曾经到过会展的员工餐厅 在二楼的 在5月20到23号期间吃午饭 在5月19号到过保年寺 地下的一个餐厅吃饭吃东西 另外一个个案是她的丈夫 73岁的男子已经退休了 她在5月22号发病 5月23号的快速抗原检测阳性 另一名是她的女儿是37岁的女子 在中环做文职工作的 最后上班的日期5月18日 在24日出现病症 5月23日快速抗原检测也是阳性 最后一例是涉及一名51岁的女士 住在沙田的家庭员B座 家善哥哥 家人没有病症 她在入境事务大楼12楼工作 最后一天上班是5月20日 在5月22日出现病症 23日快速抗原检测是阳性 在传染期到过险境村的荣发烧威 是5月20日的傍晚 到过港湾的麦当劳吃早餐5月20日 到过湾仔交加街全季吃午饭 也是5月20日 三个病例已经安排他们进入社区隔离设施 我们流行病症调查还在进行中 建于这4例有机会是BA2.1 2.1的病例 昨天为了审慎他们住宅大厦 进行抢检他们到过的地方 包括刚才说的沙田荣发沙威茶餐厅 湾仔的全机 即港湾道的麦当劳和宝林寺地下的食堂 会展的员工饭堂上聚方 和入境事务大楼12楼1206市 也列入强制检测公告 请医生说说医管局的情况 大家好 医管局现时一共有447名确诊的病人 留医当中55名是新增的确诊病人 需要入住隔离 是75名病人在隔离病房 10名在二线的隔离病房 38名在北大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18名是新增的确诊病例 病人承报了两名病人 情况危大 一名没有疫苗 记录一位打了两针 没有新承报的严重病例 留医的病人当中 11位危带 5名危带病人在深切治疗部 承报了两名病人 昨天离世 分别是一男一女 年龄是67岁和87岁 两位都是来自院设 一位打了两针 一位打了一针 三针对不起 85名病人康复 包括59名病人住院 第五波到现在 一共有5024名病人康复 包括49718名病人已经住院 自2020年初到现在 一共有620404名康复 当中包括62098名病人出院 有两名病人在进院筛查的时候确诊 两名病人同房 列为密件 一共有23068名员工确诊 23026名病人已经返回工作岗位 医管局也在扩展特别探访安排方面 有一些报告 近日因为疫情近趋平稳 我们决定从下个星期二 5月31日开始 把特别的探访安排 扩大 其他住院服务的急诊医院 专科医院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房 都扩大 一般探访的情况比较短 我们会集中于留院 超过一个星期的病人 每名病人每星期 可以安排探访一到两次 每次有一位访客探访 一小时是登记的访客 探访期间不能够换人 医院的职员会联络 家人预约登记 家属不需要自行联络医院 所有探访人士 需要符合疫苗通行证的要求 也要提供48小时有效的核酸检测证明 或者24小时的阴性快速检测 新冠康复者在康复90天内进行探访 可以豁免有关的要求 进入公立医院的访客 要严格遵行我们的感染控制措施 包括配戴外科口罩和良体温田健康声报表 进入医院的时候也要扫描 安心出行扩大的 特别探访安排已经派给记者朋友 稍后会在新闻稿里面发放 谢谢今天的报告到这儿 以上是提问时间 请先告诉你代表哪个机构 然后发问 你好我是有限的 关于幼稚园方面 有两个学生和以前的病例有没有关联 以前的说法是公用设施 是感染的 公用设施还是让同学感染的 感染的有没有最稳妥的防疫的方法 那个99岁的老妇 以前是与患者的坐向不同 但是楼层的分布是怎么样的 两者的距离有多大呢 有没有初步的估计怎么发生传染的呢 谢谢你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关于国际英文幼稚园 你们发现新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在另一班 以前的两个教室是不同的 我们和学校了解过 这一群学生和以前两个教室里的同学 是没有交叉的活动 没有一块活动的时间 在这一班里面 这个新的病例 他有坐校车 但是不是与以前的病例同一部校车 所以看来没有关联 和以前的病例 他看来不会传给这个新的病人 他的家人没有病症 也找不到在流行病学上 在社区有什么关联 不能排除这小朋友 是在学校的环境里受到感染 现在这一群学生 一共一班有28人 再过去一个星期快速看原检测 每天都是阴性 老师也全是阴性 也没有人有病症 我们正在密切注视 以前有一个课室 教室在上午班有一个病例 今天又有一个病例 就是同一个教室的上午班的同学 他没有上学 下午班有四位同学 我们建议学校把这个教室的 向下午校的同学 停学到星期五 大概六十位 每天都要做快筛 今天新增的是上午班的同学 其他的同学暂时还是阴性的 我们建议学校进行清洁消毒 也巡视了学校的环境 发现环境卫生是理想的 学校也做了消毒 我们也正在观察这个学校 有没有新增的情况 另一个问题是历经花院的 他们住的楼层是不同 坐像是不同的 大家相隔五层 不同坐像 但是两个病例是在同一座大厦 他们病毒基因排序也是一样 我们相信可能99岁的那位婆婆 可能在大厦的环境里感染 我们也询问这位婆婆 和照顾她的家工人 佣人 她会在楼下的公院做座 不能排除以前的76岁的婆婆 与她有接触 我们正在调查了解 下一条 前面的一位 我是香港01的想问一下 刚才说过有四例是本地的变异病毒的病例 这四例暂时有没有找到和以前的病例有关联的呢 因为都是新的变种病毒在社区发现 但不担心 可能这一种变种病毒 可能跟现在我们流行的 可能是有机会再感染的风险 或者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 可能另一波的疫情呢 担不担心造成新的威胁呢 第二想问幼稚园 Saint Catherine 刚才提到 那两班的同学 星期五 停课到星期五 可能星期一就复课 这一块星期一复课 会不会有风险呢 会不会建议 现在又有新增的钢 会不会可能考虑 建议要再停课多一段时间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那四例怀疑病毒株的个案 现实还未能证实的 我们就每个样本都会进行初步的基因分析 包括L452 这四例 L452的结果 不是我们一般看见的L 而是Q 变得我们怀疑 这四个样本 它们不是属于本地现实流行的 BA.2.2的病毒株 但是至于它们是属于哪一个分支 还有待全基因分析才知道 但是以往过去见的 到的就是452 这个位置是Q 有可能是BA.2.1 2.1 2.1 我们先前也在麦当劳的群组 由BA.2.2.1 引起的我们也会分析 这四个个案 它们的全境盘序 跟先前那个群组 是不是一模一样 现实还是初步的调查 我们忧虑可能这四个个案 有机会是新的病 病毒株引起的 初步调查 它们是本地感染的个案 四个人都没有旅游的历史 当中涉及一个家庭 我们相信这个家庭里面 那三个个案 可能有机会最早发病 那位63岁的女士是源头 她在5月21号开始出现病症 另外一个家庭 那个案是5月22号出现病症的 他们共通之处 是他们工作地点都是在湾仔 其中一位是湾仔会展那里做清洁工作 主要是三楼 另外一位在湾仔的入境事务楼 我们看过他们去过的地方 暂时看不到 互相之间有流行病学关联 他们到过的地方是相近 但是两个案没有到过同一个地点 当然在那个附近有没有机会遇到 我们还要再调查 再看先前麦当劳群主的个案 我们也没有发现 这四个个案跟先前的群主 有一些交叉 互相重叠去过的地方 唯一可疑的地方就是先前76岁 那位婆婆住在丽津花园 那位婆婆她在5月17号 5月16号跟17号曾经到过湾仔 她到过的地方主要是湾仔会展新的地铁站 跟一家5月17号到过会展的大快活 这个地方之前也列做强制检测公告里面 但是她去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新的个案 大家的时间 确实的位置都是没有什么重叠 所以不一定是有真正的流行病学关联 我们还在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关于这个变种病毒在社区出现的风险 假如是B1.2.12.1 看现实我们掌握到的资料 它可以B1.2.2 在抗原上面都是近视的 有可能免疫 假如对B1.2.2感染之后产生的免疫力 可能是有机会 未必百分之百 能够预防再次感染 由于这是一个新的病毒株 一个新的分支 还要多一点数据 才能够知道 第二次感染的风险 我们再密切注视最新的科学数据 分析那个风险 下一题 讲者没有用话筒 没有需要 因为现实涉及的三个科室 两个都只有一个个案 设施的另外一个科室 有一个群组 上午班两个个案 下午班四个个案 也有一个老师受影响 这个科室已经停课了 一般假如是Omicron 前夫妻是短的 而这些学生最后一天上学 是上个星期五 变得到这个星期五 已经接近是有七天了 假如到星期五 这个课室里面再没有其他新的个案出现的话 其实同学之间 他们已经没有回学校七天了 我们相信 假如再没有新的个案出现 星期一复课应该是安全的 而他们复课的时候 也要需要再做快速抗原检测 下一题 这边黑色衣服的那一位 想问幼稚园那里 欧医生提到 学生可能共用设施 可能感染 是不是共用过什么设施 所以感染呢 其实估计最早出现病症 那位老师 是不是源头呢 另外 现时有幼稚园爆发群组 但是三到一岁儿童的第二针接种率只有大概五成 会不会将来更多学校群组会爆发呢 就想问前一天 36岁基组人员的全基因分析做了没有了 就不知道属于本地感染还是输入个案呢 还有没有调查他的行踪呢 就不知道他回来香港之后 有没有到过时事或者公众场所活动呢 关于学校的情况 其实现时那个群组主要是集中在其中一个客室 出现了一共六名学生 一名老师 我们相信这个课室里面 个案之间可能有传播的情况 因为有聚集性 大家在同一个课室里面活动 有机会透过人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接触 或者一些环境的污染有机会感染 但是至于另外那两个课室 那两个学生 由于他们在班里面只有他们唯一的个案 其他同学一直都发现都是阴性 这三个课室的同学相互之间 没有大家一同活动的 主要是自己的课室 当然课室外面也有一些共用的设施 有机会到外面 但是每次用完之后 学校都会清读的 另外 几班不会一同共用 所以我们相信 未必是其他两个案 未必是真的接触了一些污染的环境 而受到感染 当然学校里面是一个聚集的地方 可能不同班的学生 可能上学 放学的时候会相遇 不排除学校感染 但是由于其他那两班只有一个个案 所以我们不认为另外那两班是有聚集 或者爆发的情况 至于老师是不是源头 很难说 现时最早发病的是那位老师 他在5月20号发病 一直他的快速抗原检测是阴性 到24号才核酸阳性 会不会有其他同学出现病症 或者有传染性的时候上了学呢 这个不能够排除 当然现时在幼稚园跟小学的群组里面 接种率都是不如理想的 打了两针的 大概只有一半左右 所以会有机会 假如学校出现爆发的时候有风险的 如果学生感染了 他还没有打了所有的针 会出现重症是要入院 进身体治疗部或者死亡的风险是增加了的 所以很希望家长 假如你们的小朋友还没接种疫苗 还没有完成接种疫苗 就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现时在学校方面预防爆发 主要我们管控风险都是透过每一天的快速抗原检测 学生跟老师上学前做快速抗原检测 这就可以避免有一些传染性高的 人士上回了学校在学校环境里面构成传播 因为始终学校里面是密集的地方 大家会共用一些设施 会一同有一些活动 会有传播的风险 所以最重要是预防个案流进了校园 要减低爆发的风险 第九人员全基因分析正在进行中没有结果 门初步调查 这位人士回港以后遵循了要求没有到餐厅 没有参加大型活动 下一题 这边的一位 医生你们好 我是无线电视的 刚才你说幼稚园接种比率未如理想 第三针的全民也是54% 现在新增了四例的变异病毒株 有没有担心未来的疫情新增的会流进社区 出现爆发的风险大不大呢 怎么鼓励市民加强接种呢 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疫苗接种 对防控新冠病毒是最重要的方法 卫生防护中心委员会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也建议接种 就接种做了建议 市民一般要打三针 也鼓励市民没有完成接种的时候 要尽快去完成疫苗的接种 使整个社会群体免疫力提升 预防出现重症和死亡 接种了疫苗以后 不一定能够完全预防感染 市民接种了疫苗以后 就是出现有社区的全波传播或者第六波的情况 疫苗的覆盖率如果大 就能有效预防 需要进院重症和死亡的病例的输出 现实政府疫苗通行政下也有这个要求 希望这个措施让进入有风险 场所必如餐厅需要除口罩的 市民需要接种了足够的疫苗 才可以得到保护 假使出现传播或者感染的时候 也可以减低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下一题 穿亲衣的那位 你好 我是明宝的 我想BA2.12.1的情况 想问一下 首先 刚才说过的四例与以前的群组 没有明显的重叠的地方 如果这四例 如果一旦确定是2.12.1 是否可以定义是在社区里传播开了 刚才医生说过的湾仔 他们都在湾仔工作 他们也到过湾仔 湾仔是否有一个潜在高的风险呢 我想问的是香港有多少 有这2.12.1的 他们的病症与过去的2.2 有没有分别 有多少人住院 情况是否严重呢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跟进麦当劳的群组 昨天公布有一个66岁的患者 延迟了一个星期才承报 据中心的了解有什么原因 有没有跟进的工作 新增的99岁的老妇 他的家庸是否也是群组呢 在这个无极群组里面有多少人呢 那个美国返港的65岁的丈夫 他在家居接触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先回答这些问题 谢谢 谢谢这个问题 关于BA.2.1的传播风险 这四例初步怀疑 我们怀疑他们可能是BA.2.12.1 有待全基因分析才能确定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初步基因分析显示 他们不是现实在本地社区流行的病毒株 我们继续做流行病学的调查 看着四个病例与先前 麦当劳的BA.2.12.1的病例 有没有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初步来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干系 他们也四例 这四例也没有到过烧鸡湾的活动 可能唯一可能的联系就是先前76岁 住在丽金花院的老妇 曾经在5月16日和17日到过湾仔 如果他到过湾仔是透过什么途径 能够传播给这两个在湾仔工作的人士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 可能在社区 假设这四例都是BA.2.12.1 基因排序和以前麦当劳的群主是一个模样 就证明了这个群主的病例已经流进了社区 或者有隐形的传播链 我们就等待全基因的分析和进步的流行病学调查 那才可以有结论 第二个问题是BA.2.12.1的病征 这个病毒的分支都是近月才出现 现实掌握到的科学数据还是有限的 根据世卫的世卫初步掌握的资料 这个分支是从BA.2衍生出来的 和现在本地市区出现的流行的BA.2.1 BA.2.2的都是类似的 传播的机会和传播力可能叫其他的BA.2 或者BA.1的Omicron的病毒强 但是目前没有实质的科学证据认为 这个分支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的病征 比如需要禁院或者死亡的风险 要等进一步科学数据确认 在香港见到的BA.2.12.1的病例 大部分都是输入性的病例 在机场检测的时候有些发现阳性 有些在检测酒店发现阳性 经经分析是阳性 是这个病毒株 绝大部分的病例都不需要进入医院或者医疗设施 他们是输入性 一般在检测酒店进行隔离 大部分都出现病症都是轻微的也没有严重的情况 我们和医院管理局会进一步分析 禁院的病例他们的情况 了解感染了这个病毒株的临床情况是否比较严重 第三个问题是昨天公布的那个延迟承报的病例 我们要看看原因 不一定各个有机会有这个病例 当时的原因不能及时传承报 所以因为我们让他们承报今天和昨天的样本 为什么延迟了承报 那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 99岁的老妇的佣人 佣人是让我们知道前几天快筛的时候是阳性 我们安排他多拿一个样本做核酸 也会用核酸的样本做全基因分析 看看是否和老妇的全基因的序列是一样 他们大家住在一起也是密接 所以呢我们相信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也会把这个病例列为群组里面的一个病例 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律师和天验道阳性的那位男士的情况 我们还在调查 因为他在隔离期间曾经跟其他人有接触 我们在调查会不会违反了有关相关的法律 比如有证据我们会跟进和处理 下一题 旁边那一位男士 AM730 先问幼稚园 刚才提到有四个班别三个客室 你可不可以敢讲班别或者客室的号码 方便解释 因为可能有一点乱 他们课堂内容虽然没有交集 但是外面有些设施可以共用 是什么呢 是不是游乐设施呢 洗手间呢 新的那一班的五个教职员 是不是跟之前一样 是只交那一班呢 关于万在北的个案 就是说没有什么交杂 杂 除了时事之外 有没有调查交通或出行模式 有没有共用一个地铁站呢 一个新的大国会展站呢 是不是在里面看展览 逗留的比较长时间 接触了比较多的乘客 杀身而过呢 机组人员回港 他们有特别的安排的 想知道 当局调查那36岁个案 是收集到的资料 是不是比一般的本地个详细 可不可以再讲多一些 收集了一些什么资料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幼稚园的情况 可能再讲清楚一点 在这家幼稚园现实 涉及有三个课室 有同学课诊 确诊 第一个课室 都是三个都是同一层 都是在相邻 在隔壁的 第一个课室有两班 上午班有两个个案 一个是先前进报告的 一个是最新发现的 今天早上学校存报的 另外上一班是5月20号 这一班 四名学生最后一天上学是上星期五 另外有一位老师也是阳性 教这个课室的上午班 跟下午班 所以这个课室 我们相信有爆发出现 我们会拿些样本做基因分析 看是不是他们的基因剧烈 一模一样 而另外那两个课室 就各有一个个案 而其他同学跟老师 都暂时没有个案 而这两个都有五个老师 其中一名老师任教 这两班都会任教 但是他不是个案 他是一直抗原检测阳阴性的 这个案之间他们共通点 都是在这个学校里面 校车也不是全部人都是同一个校车 当然有些同学会坐校车 公用设施 课室不会的 因为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课室里面 但是外面比如去厕所 或者外面有些设施 比如游乐的设施 大家都会用 不会几班一起用 所以一般用完了在第二班 所以未必是有关联的 第二个问题 是会展的那个情况 我们暂时看见 由那新的四例 化育变异病毒树的个案 有两例是湾仔工作 一例在会展里面做清洁的 这两个个案 我们看过他们曾搭上班 或者放工 乘搭的交通工具 和先行那位婆婆去会展的时候 或者去湾仔 到快活的时候 乘搭的交通工具和时间 暂时看不到有一些交叉 或者重叠的地方 当然这还要进一步了解 比如会不会因为会展很大 会不会婆婆去了参观一些地方呢 这也有可能我们出不了解 她当天去了会展的地铁站 新的地铁站去参观 她也有去商场的 但是没有去看展览 另外在入境事务处工作的人士 基本上 不会在会展出现 除了去吃饭的时候 会到港湾到的麦当劳之外 所以这在进一步调查 看他们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 是给机组人员的 一般来说 我们所有的本地个案 都会做初步的流行病学调查 就是问个案一些基本的资料 和传染器里面 有没有密切接触者 大家都脱口罩的 就输入个案 我们会特别关注 特别是有一些输入性个案 他在社区有活动的 包括一些 离开了简易酒店之后 在社区验到阳性的 或者是 或扩免的人士 在外地回来 在社区有活动之后 在社区验的阳性 因为这些个案 我们都担心 在外国他们感染的病毒株 未必是BA.2.2 会可能是新的病毒株 假如社区验的阳性 可能有传播风险 所以我们会加强 深入的做一些调查 看看他们的活动 或者行踪怎么样 没有其他问题 记得会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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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